對於湖景很多人都說是浪漫和寫意 浪漫和寫意是取決於每個人的心境感受 我都認同湖景是浪漫和寫意 之所以我很喜歡有水伴著的餐廳 有湖景的餐廳之前就拍過煤窩的high out 上水的河時河地 或者其他河邊海邊的餐廳 我在播放清單開了一個專門放河邊海邊湖邊的餐廳 至於這間白露湖分中餐和西餐兩邊 中餐廳之前去過喝一頓茶 之後一直都好想去西餐廳享受一頓西餐 還有欣賞湖的黃昏和夜景 之所以這次來就選了吃晚餐 白露湖的起源和簡介 就在金露湖喝茶的影片已經說過 這條影片就不重複了 以前只有一間西餐廳叫做小白露餐廳 餐廳坐落在大埔白露湖互動中心 在2000年開幕 開幕的時候我就來過一次 在當年是一個很特色 而且比較高級的地方 除了有湖景 在湖裏還有水上單車踩 亦都成為很多電影電視的取景地 事隔多年之後 我又來過第二次 餐廳就變得夠了 亦都變成給人感覺 好似一間快餐店 就多過似一間餐廳 湖裏面的水位亦都很低 有部分亦都見底 被人感覺已經失收 原來之後 整個白露湖重新裝修 於2021年8月2日重新開幕 直到現在都是大約一年多 在重新開幕之後 整個環境都耳目一新 你看湖水多麼清澈 在半年前來喝中茶 第三次來 今次是第四次 西餐廳名為Biro Bar Seafood Bristro 餐廳戶外座位的範圍 某大以圓林式設計 但無小孩的客人 可以挑選戶外來坐 而我們就訂了室內落地玻璃窗前面的桌 對著湖一邊吃飯一邊欣賞湖景 是不是很捨義呢 說句真 其實是要打卡拍片才真 訂桌的時候 服務員跟我們說落地玻璃窗前面的桌 不多 吃得早就可以 我們平日吃飯都是吃5點多鐘 我們訂5點鐘更加適合我們 今次來湖中開設了水上競技場 變成一路吃飯 不是一路欣賞湖景 是一路欣賞進行中的水上活動 由於上一次喝茶 很多網友反應75分鐘實在太短了 我這次先問了 原來西餐廳這邊晚飯是沒有限時的 只不過他安排了一張二人桌給我 我就看到有一張四人桌是擠的 我想坐 他就跟我說你6點9 加不加到桌 因為7點鐘是有人預約了 我OK 就坐了一張四人桌 坐了 點東西吃 開始吃東西了 首先來兩個湯 一個海鮮湯 一個是洋蔥湯 沒有什麼特別形容 因為沒有東西彈 是很接受的 沒有什麼特別 另外湯當然是跟麵包和牛油 也是吃得開心的 沒有什麼的就不花時間去說了 留點時間在後面說一下 一些新的潮流食物和葡萄酒 咦?講酒? 上個多月堂就懂得講酒? 我講一下叫什麼酒 以前呢 我就不會講叫什麼酒 現在我懂得告訴你我叫什麼酒 在這個酒的菜單上看到 幾百元那些就是一枝枝叫的 一杯杯叫的其實只有兩隻 我吃這一頓飯 喝這一杯酒的時候 都未上葡萄酒班 吃完飯過兩天就開始上課 所以現在才出這條影片 當時當然不知道他寫什麼 只知道一杯紅酒七十八元就叫了 不止的 當時我還認識三個字母 USA都知道是美國酒 現在認識的 你們看Iron Stone就是酒莊 而中間的Sinfender 就是美國很有代表性的一隻葡萄的名字 如果你問我這枝酒 是否漂亮 這個問題我亦都問過老師 老師說Sinfender的酒是很好喝 但這枝酒的級數是普通 如果一枝酒要去到餐飲業 去到你口中可以喝到的話 要達到很大的成本 在當中 等同你買回家煮和出街吃的分別 不要那麼悶 轉一下鏡頭 剛才提到美國酒 就說少許多歷史 在18世紀末 歐洲的葡萄原發生了重禍災難 令到歐洲整個葡萄種植葉幾乎被摧毀 最終歐洲人發現 美洲的土壤有較強的抗蟲性 就將歐洲的葡萄品種 架接到美洲的葡萄樹的根上 就是這樣 由法國架到美國 成功救活了全世界的葡萄園 葡萄酒估計有一萬多年的歷史 歷史說不完 還有無窮無盡的知識 我們今天先說這些 如果知道少許酒的背景 可能會喝到一些情感在裏 不過少喝而情 多喝就傷肝 並不是那句沒有傷肝 好了好了 不喜歡喝酒的網友 是不是覺得很悶呢 回到你這頓飯 除了叫了一杯紅酒之外 另外一杯就是紅酒的雞尾酒 亦都叫了 而スターター方面 就叫了三文魚 先說這個慢煮法式豬腩肉 和我們平時煎兩塊豬扒 再爆些洋蔥 將蘋果粒煮軟 之後加點鹽和黑椒 再混合那塊豬扒 是非常野味好味的 大家都知道豬和蘋果是多麼合 這裏就用了豬腩肉 非常之淋嫩 它那個淋嫩的程度 就用我們的梅菜購肉的軟度去形容 大家知道有多軟滑 另外一個就是安格斯牛柳 跟風之鴨肝薯蓉露筍 來講一下牛柳 目測大約180克 如果你說肉味 我會說一般可以接受 如果以308元來計 吃環境 還有還有鴨肝、露筍 我覺得都可以接受 又來講這個豬腩肉 它的皮和肉是分開了 我吃第一塊皮的時候 是脆的 跟著吃的那些 全部都是韌的 吃不到的 那這個我是難明白的 為什麼兩大極端的呢 這麼奇怪的呢 好了 價錢就268元來計 吃環境 我也是說 要你也要享受 就是這個價錢 不過我覺得 如果滿足一下客人 那些份量可不可以大一點點 我覺得多一塊 我覺得多一塊豬腩肉 成本又不會大 但是很吸引 和擺盤會好看很多 牛柳 我就要medium 都煎得剛剛好 到甜品了 上面的風口吹來 風很大 那個生日蠟燭 點極都點不著 那我想說一下這個甜品 Croffle 在近年來 這個Croffle 都算是一個潮流食品 是牛角包加鍋膚 都算是有點新意思的 那看起來明明是鍋膚來的 鍋膚來的 那為什麼會叫做Croffle 原來 你看看我的英文 是Croissant加鍋膚 變成Croffle 原來 將味焗的牛角包麵糰捲好之後 放進鍋膚機那裡壓制而成 而我們知道牛角包是酥化一層層的 那如果壓成鍋膚之後 比傳統的鍋膚更加酥脆鬆軟 好有牛油味 那這隻就叫做Croffle 而且壓扁了之後 好像鍋膚一樣 上面放什麼都可以 紫薯 牛油果 芝士 忌廉 或者半雪糕吃 甚至是你喜歡 或者更加邪惡的味道 變化出多種的口味 咸甜都可以 比起傳統的鍋膚 就更受歡迎 就是這樣就牽起了熱潮 從韓國捲到香港 好了 已經坐到近黃昏了 看著競技場的工作人員都開始下班了 那我又坐下 再拍一下火車 跟著就埋單走人了 好了 來看一下單先 Bullet bed sea food stew 即是海鮮湯 108元 Orient soup 洋蔥湯 88元 Villet Millions 牛扒 308元 Portberry 豬腩肉 268元 接著就是 Red Sangria 即是杯雞尾酒 88元 接著就是杯紅酒 78元 最後那兩個 就是頭盤三文魚 和甜品 分別都是148元 寫生日志 就要加20元 全張單加起來 就是1254元 加一之後就是1379元 這裡的晚餐 就沒有set dinner 由前菜到甜品 都是單點 可能會覺得貴一點 至於值不值 就會視乎每個人的價值觀 如果我自己就會這樣說 在湖邊一間歐式的小白屋 融為圓林綠花 享受寧靜舒適的盡餐 我是吃得開心的 還有什麼特別的慶祝日子 洗一下錢也無妨 如果想經濟一點 而又想在這裡吃一下 可以喝個下午茶 訂位方面 主要都是網上訂位 自駕人士 就三個小時免費泊車 最後一樣提提大家的 就是如果喜歡屈甘香花田的 就在2、3月會盛放 至於交通方面 在甘道湖喝茶的影片 就已經詳細說了 我會將影片放在片尾裡 最後就在這個 迷人的夜景完結今晚這一頓飯 就列明了 走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